大師問答,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PW網友請問大師浩蓮怎麼看名居證 他是不是都判中國,我沒有看過名居證 我看了他,加上不超過十分鐘 我不知道他講什麼,不是講問那三幅屁 我不覺得有任何浪費任何一分鐘的時間 我後悔,是留在他身上 因為如果要認識中國,我不知道 我以為他不吃東西 好,下一個問題 Calvin Kuo,大師 按道理應該貪官是最受歡迎的,但印象中好像比較少 國內貪官走去英國,請問為什麼呢? 因為貪官要走去美國的,因為在英國 他們大家都怕英國是保不住客人 保不住自己的人頭 如果我是作為,美國才是真正大哥 如果我逃到美國的話 你除非我犯了美國法 如果美國可以保得到 不過英國應該拯救我回到大陸 即是不拯救我,那就是英國 你一定要選擇一個人能夠保得你的 你才能夠去到 所以中國人要走,你一定要走到美國 如果你不是的話,那個人可能會拯救你 即是加拿大,全部都不可靠 所以澳洲那些都不可靠 大家都想著美國是最安全的 好,下一個問題 網友7464 對不起,大師 大師說,現時中國領導 乃有共產世界理想 那麼請問有什麼唱紅的薄熙來者的人呢? 他的共產主義理想是否更原教旨主義呢? 當然他們每一個講共產主義的人 都是有私心 即是他們一路講共產主義 一路都是想自己奪權 但問題是因為你是奪權的時候 你就是要去取悅那些很無派的人 還有一些很理想主義的人 這個世界上很多很理想主義的人 如果理想主義的人 才是你的最忠實的盟友 即是誰獲得都是很理想主義的人 支持的話 你便會奪得世界 因為理想主義的人 他不講利益的時候 你講利益的時候 你分配不上利益 餅餅都這麼多 我給了你便給不到他 那當然是那些很蠢的人 不收利益 或者很stubborn的人不收利益 即是說,如果我要搞二人一 二人一九條運動 有很多人去磅水 但問題是,大部分你要充足那些人 不磅水的人 不收水的人 那些人衝出來的 然後去坐牢 那些人才是最骨抗 主力 即是你永遠所有的主力 例如你美國去打的話 有些人當然是 有些人是愛國的人 愛國的人才是主力 因為那些人是成本低,效益高 即是有些成本低,效益高的人 而那些人便相信共產主義的理想 所以那些人一定是真正控制了整個政府 所以你共產主義 大家還會相信 有些人是真信 有些人是假信 但無論如何 那些人才控制了 無辱側光 實際上控制了 最能夠控制了政府的人 就是那些人 所以這個是 有一個定律 大家都相信 很多人都相信 譬如我還會說 共產主義可能到最後都會贏 到最後才是世界 未來的世界真正的走向 你會有這樣的相信 很自然 你會有這樣的想法 國家有信 連民族有希望 不過這個政府 大陸人 無論信不信 都好 中國開始看這些 他們的思維方式 已經往這個方向形成了 這個是對整個國家的集體無意識 是很大的影響的 其實我 其實 資本主義 到了我一個程度 沒有實用 即是 你現在這樣說 如果給你一萬多元 加到一萬多元 你會很開心 但是如果給你一萬多元 我加到一萬萬元 一個月 你加到一萬多元 你會很開心 即是 你到了所有人 你馬雲 你再多一個零 都少一個零 是沒有分別的 那樣東西 你不如共產的話 你會更好一點 即是一個人 我可以這樣說 即是有些很大口氣 超過一百億也沒有用 超過一百億也沒有用 即是 你不是超過一億 超過一百億也沒有用 因為你一百億 你已經有一間巨大的私人庄園 兼且有私人飛機 和私人遊艇 其實再多些還是沒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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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百多億已經很足夠 即是 那些有幾千億 那些 其實你用來花多元 那些錢是只不過是順滯 有這個 邊際效應費減 是的 所以有很多 如果 其實一個人 有 如果你不計這些 你住一間三千呎的屋 然後 你全部不用做 十年一年 已經很開心 你已經不是說 你不需要那麼多錢 所以到了時候 你自己的錢分得出來 是沒有關係的 當然如果你要傳給兒子 你就會需要多些錢 但問題 你的兒子 你傳給兒子 就是兒女一個廢人 所以都是沒有作用的 所以 基本上是不需要的 即是 即是資本主義去到最後 即是 即是 美國的人民生活這樣的話 但美國 有錢階層 那個豪車程度 是中國完全無可避的 是的 而且這個社會真的 越來越不穩定 尤其是這幾年 那個叫做貧富完全急 其實差距這麼大 所有人都知道 這個穩定不下去 美國 美國人那個 紅車程度 你 第二個國家的人 完全想像不到 所以 最有趣的階級 即是中國 你貪官 怎麼搞都不要 那麼富貴 所以 所以 基本上也沒有掙扎生產力 最重要 最重要是他們 沒有掙扎生產力 所以 所以共產主義到最後 一定是有優勢 只不過 不能夠共到 人人都這麼窮 那種共 一定程度上 是有優勢 好 下一個問題 我是Kelvin Koo 大師你好 想了解一下你對Deep Stay有什麼看法 是不是完全由猶太集團支配 中國未來面對的真正對手 真正對手正正就是這個集團 要打破舊秩序 是否只有戰爭 就好像當年希特拉發動二次世界大戰 對付猶太集團一樣 我個人覺得舊霸主英國能夠相對和平過度度心霸主美國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背後真正的充滿手 由英國走了去美國 就是英倫銀行主人羅富齊家族 之後入主美國聯邦儲備局 實際霸權都是同一班人 中國是絕對不會接受猶太人支配 是沒有可能權力和平過度 可不可以開個專題說 我不會開個專題 因為專題不如要更具體 但我可以說一說 是否猶太人支配 不如說真正的狀況 你會看到很多人的外交文件 或者很多文件去說 或者在立法會我們會有很多質詢 等於這些人去說 之前那些什麼 RB 字眼投票 RB 字眼投票 不然就會不打 但實際上這些全部都是背面的事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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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民大會表達出來 而共產黨內的決策 你是不知道的 然後共產黨內怎麼決策呢 他就在黨內決策之前 大家先談一談 相對來說 公民黨做些什麼 反中亂港 或者賣國的事 你是不知道的 你看到他投票 在黨內的談 吳海宜、賣國賊 那些談 可以不可以 即是吳海宜 你出名 你出名不是 然後在他們在黨內談 之前 吳海宜 首先會跟美國政府談 你出名的談 之類的談 然後再去黨 黨那裡談 即是說 其實所有這些 你講深入 其實所有民主黨 共產黨談 之前 他們首先會有一堆 永遠有一堆無數小集團 大家先互相談 然後才放上去 那個狀況 明白嗎 即是後面談好了 的共識才放出來 或者只要談了 或者有些人的影響 那是一個很 complicated的網絡 你覺得好像deep state 好像 那些人不講deep state 講所有的 再講了有一個 authority 在最高頂 然後控制著這個authority 那樣東西 是不是真實發生的 而是在那裡有一堆網絡 那堆網絡 自己是一個生態系統 就是那個生態系統 是互相 會有一定的指洩 有一定的互相 互相 很多的互動 交織糾纏 交織糾纏 然後影響到 現實真實的 那塊大團體 但並不是代表 那裡有一塊東西 然後很 哇 然後好像黑手袋 一會兒 滿著貓 然後好像是魔鬼袋 然後呢 然後就是 控制了下面 然後就控制了這個 不是這樣的 而那些猶太集團 是存在的 但猶太集團 可能也不是 很鬆散的集團 大家一堆有人 有一個大家的互動之下 互動互動 溝通之下的結果 即使你 你老爸跟你說 你女朋友跟你說 到最後 你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 中間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 是一個 得出來的結論 當然如果你是一個議員 或者你給他很多金主 譬如蓬佩奧 有Coach Family 那些人去支持他 他當然會聽他說 但問題就是 他最多支持他一個人 他之前都是控制不到 黨普 黨普有七個金主 七個公主 每個人都會做 不過他就這件事 他聽這個金主說 其他六個金主沒有意見 那就聽這個說 這樣會是一個很複雜的關係 所以如果 DEEP STATE 說得好像 一個DEEP STATE 有一個總統 總統就控制這個總統 那就不是這樣 這是一個很複雜的關係 現在就說了 舊秩序 是否只有戰爭 以前來說就是 但今次來說 我不敢肯定 可能已經變了 這樣就不是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 你今次的利益 這個戰爭已經是等於 金錢戰爭已經是等於 經濟戰爭已經和真正戰爭 都分別不大 所以回答不了 今天回答這麼多 好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大家